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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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謝陳靖欣博士 來到我們現場和大家聊天 是百利堅國際限公司 可以介紹一下你百利堅的業務 主要是零售 首先 何先生好 湯博士好 我想介紹一下我公司 其實就是很多年 二十幾年來 我們都是做一些 國際名牌的零售業務 就是 廣東道一辣的街鋪 一半都是你們有關 不是 我們就是在天保的國內 和香港之間 其實我們在內地的市場 那個分佈是比較大 更大 即是在深圳的 看到你們的品牌 我們真的偏埔全國 所以我們對整個零售的趨向 就比較第一線 第一手 即是好像探熱針 我們很快就可以 感覺到整個經濟 或者消費者的趨向 這個 我們香港人 真的被困在香港整個年多 現在最大件事就是封了 封了 封了 現在我自己感覺 有機會開關 疫苗 希望 三個月內 大家已經看到 一個很實質的事情 我自己做地產 我都覺得 我都叫人買樓 我說 一開關 那些購買力就狂 所以我年底 今年初我都叫 你看到現在樓價真的升了 現在如果開了關 更加不得理我害怕 上一次我們又叫過 阿東營營和阿孫先生 來說 關於 如果開關要怎樣做 旅遊要怎樣做 他就會做一些推廣 即是開關之後 你不但不只不加價 反而還減一減 吸引多些人 才去旅遊 才慢慢再加回 那零售業呢 會不會一下來 就會說 哇 很多歲月啊 或者怎樣 那零售有沒有一個特 一套方案去迎接這個開關呢 我想這樣看 如果開關 就一定要是 真的要雙向開關 才有比較大的實質效用 即是說 正是我們給內地的人來 但他們回去的時候 又要隔離 隔離14天 或者很多手續 未必會吸引到很大量 可能很多回來 真的必須要來探親的 這方面會多些 如果雙向開關 其實就是趨向正常 亦都可能需要大家都有疫苗 打了疫苗 我相信是這樣 亦都不是說 一下子全部人 香港亦都是 就算是內地 都不是全部人 都是打了疫苗 所以我相信 都不會說 完全爆炸式的下來 因為有限制 有局限 我估計 都是用這個模式 即是說 逐步逐步會增加 那逐步增加的過程 我們市民都有一個 因為隔離在香港 想知道 陳先生的業務在內地很多 我剛才說到 究竟這一年 我們香港人見到 很多人 很多吉舖 零售業一片蕭條 內地的狀況是怎樣的 你們的業務第一線 其實內地的業務 在2020年 除了在疫情最緊張 一月底開始 去到三月底左右 那時候是基本上 是跌至接近零 只剩下幾個百分比的業務 但由四月初開始 生意各方面的經濟活動 一直都恢復 而是其實是幾快速的恢復 是比我們在香港 平時我們了解到 聽到的新聞消息 究竟是怎樣 能不能夠恢復到 其實在四月底五月 已經不只是正常 其實已經開始高速增長 似乎是否因為 出不了國去買東西 而不能來香港掃貨 那些購買力 會不會又回到自己的城市 更多了 應該這麼說 剛才我也說 有兩個多月 基本上是零 基本上是零 但其實只剩下十個月 或九個多月 裡面的總的生意額 是超越了2019年 都幾多 即是讓你雙居都贏了 讓你雙居都贏了 有增長 即是沒有了兩個 其實都是幾大幅的增長 很誇張 即是內地都滯留了自己的內循環 其實當日政府提倡 國內政府 即中央政府提倡的內循環 是真的走得通的 實在令到整個經濟 在國內是起飛的 是 是 即是香港業務 即是無法避免 一定是 無法避免 一定會跌 內地業務 反而可以守得住 我們香港人 真的想知道更多 實際上 有了內地成功的例子 香港政府 會不會學內地 因為我們覺得 香港政府 很多東西不夠硬 例如 由檢測到疫苗 都是不夠硬 不夠硬 所以香港政府 一定會延遲 延遲 就 多些人失業 那些人賺到錢 社會一定不太好 那你認為 香港政府 某些程度上 例如 疫苗 豬油處理 要不要硬一點 硬正一點 我給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剛才我雖然說 國內的市場非常之好 但是 國內在過去的半年 裡面 疫情都曾經在有一兩個地區 有輕微爆發 那你也會留意到 當某一些地方 一有輕微爆發 或者是比較緊張 全國的時候 整個整體的生意 經濟仍然壓壓 立刻下跌 那就是說 疫情絕對影響 整個零售經濟 所以香港政府 一定要完全去解決到 疫情 才能夠解決到 就是那個經濟 尤其是那個零售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解決到這個問題 就算你全開放給 內地的所有的人來 他們都未必敢來 所以就是說這個開放 不是我們單向意願 就算我們 就算中央政府怎樣配合 但是人民始終是 人民他們自己會想 究竟我來不來呢 我不安全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其他選擇 因為選擇以前可能是比較少 但現在只是在自己國內的一線城市 其實要買的東西 其實大部份都可以買到 沒錯 最多你說是增值稅 其實現在基本上 那個新的貨品 最漂亮的貨品 基本上是同步的 完全是同步的 唯一就是稅方面 可能香港還有少少優勢 還有沒有銷售稅 不同類型的貨品 有不同的影響 某一些是影響大些 所以之前香港的銷售 各方面都很暢旺 但是整體來說 國內都是一路慢慢減稅 即是香港競爭力 其實都有點隱憂 即是我們過去的 購物天堂這個美譽 即是陳正恩先生 即是有所幫手建立出來的 購物天堂 你看我們守不守這個名字 我就有少少保留 對這個名字 其實我以前曾經跟政府有提 其實我們未必可以長期拿這個名字來用 因為長時間的所謂免稅 或者購物天堂 會形成了什麼呢 即是說 那個價錢 整個經濟價錢 會融入了和地產在一起 變成最後出來的零售價錢 未必是最吸引 這個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因為外國很多退稅 在很多歐洲國家退稅 他們退了 那個百分比都很高 很煩 我去日本也試過 在一個百貨公司 又說退稅又要上12樓又要6樓 但是對很多消費者 或者退大單的銀碼來說 可能是一個吸引力 因為你看到的免價 就不代表你正在買這個價 底鎖 心理 其實這個是旅遊 如果是一種旅遊 或者一種消費心態 退稅可能是一個吸引力 因為到最後真的便宜了 賺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環節 香港反而沒有退稅 是 因為你沒有退稅 你見到多少錢 就是這麼多錢 那吸引力會慢慢淡化 陳先生 你這個角度可以分析 這個是真心的角度 我又因為退稅就不買 因為很煩 真的很煩 如果是消費開 如果是消費開的人士 這個一點都不是問題